终于我们今天要回家了 大家早安 今天是5月17号 我们今天要从防疫旅馆回家了 这边护理站大概10到10点半呢 会派人来到我们大门口去 然后我们再自行搭车回家 那因为家里还有在隔离的人嘛 所以我们就是一样三个人 都现在关在我的房间里面 一样先自行隔离一下 这样子就是保护一下家里的人 然后之后我们都隔离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会找那个清宵的来家里做消毒 就是想说保护一下大家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回归正常的生活 49号我也开始回去上班了 其实蛮开心的 终于要恢复正常的生活 因为如果再隔离下去 我觉得我都要与世隔绝了 我从5月2号隔离到 5月16号晚上 半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其实 也不知道政府 对于我们这些隔离的人啊 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生活的人 有没有什么相对的补助 虽然那个劳保有啦 但你上的劳保其实 你要保到 生保到4万多块 你才可以理赔好像 三到五千块吧 反正不多啦 但是到时候回归上班的时候 我会再去问清楚 然后 现在不是有心智吗 就是 同住者接触者可以不用隔离 但是要自主健康管理 好啦 总之呢 请大家就是做好自己的防护 因为我觉得 跟感冒不一样 跟流感不一样 我觉得比较严重 那还好的是 其他家人 大部分都没什么症状了 我觉得剩咳嗽有弹的部分 但其实咳嗽是 最让人家不舒服的 祝大家平安健康啰 拜拜